我的天哪 你在野外捡到过这种迷彩蛋吗 有个小伙子捡到了一堆蛋带回家 打开一看 里面竟然有一只被毒液封印的小兵 据说只要帮他们解除封印 他们就会在5月12点复活 并守护你的安全 真的太神奇了 不是吧 我们已经能能捡到这种迷彩蛋 迷彩蛋竟然还有被封印的小兵人 只要碰清楚里面能解除封印 他就能再晚到12点 更换小兵人大军来保护 这也太诡异了吧 要不然咱们也去外面的草丛 是一个能不能捡到吧 走走走 我已经迫不及待了 诶 在树上有一个 不论 这哪有一个呢 我又发现了一个 我在草丁里也找到了一个 有一个就花生了两个 我怎么 我现在要从草丛里 捡到了4个迷彩蛋 我只捡到了两颗 这种人听起来真的是有东西 看来看来 有没有被封印的小病人吗 现在看我的 为了找这些迷彩蛋 我连草都烤了 身上弄得脏兮兮的 可又再帮他骂一遍呢 宝子们给够够我点点赞的 这些无论如何 也得找到被封印的小病人 这里面是惊人吗 等一下 这个是 我去不是吧 后来就被我抽到了小病人 果然都是跟我说的一样 整个身体都被一种 黑色的东西封印了 没关系 对我来帮他解除封印 咱们和视频里一样 把它给放进水中 泡一泡 然后在水里 放在清洗身上的毒液 我来看看你是什么颜色的 呱呱呱 呱呱呱呱 不是吧 这个小病人 竟然是红色的 小伙伴们 你们见过红色的小病人吗 红色的小病人清洁完毕 你别说 他长得还挺俊的呢 是吧 我还有三颗蛋呢 咱们继续来拆 咱们拆个四号蛋 四开一 我开一 咦 有一个小病人啊 这什么小病人 是举着枪的 同样的 这里面还有一包积木 先放到旁边出来 这样来呢 我已经连续找到两个小病人了 我的运气也太好了 你这命中率也太高了吧 你这给你整个蛋是有没有 希望办法 这该不会是百分之百的命中率吧 我那是个字呀 看 积木 除了积木 好像就没别的东西了 不是吧 我的运气也太倍了 没关系 我还有一个呢 试看 看看这里面有没有 是一个小病人啊 知道办法 他手上拿着的是什么东西啊 看上去 好像是要认出去一样 不知道它是什么颜色的 我们来帮他洗洗脑吧 放进水中 开始凑藏路 我洗洗洗 把他洗得干干净净 终于洗干净了 没有呢 是个肉色的小病啊 这个小病 看起来像纸片也要薄 他正在那儿保护我吗 看 我抽掉了一个肉色的小病 我记得的视频里的小病是绿色的 不过我还有个小病给洗干净呢 咱先把这剩下的两个蛋弄得出了 看看这里面有个小病啊 可以 嗨 我没有吧 在这边 哇塞 这个小病也太货了 手上拿着的全是蛋甲 挺好的 小病人出来吧 这个小病看起来有点悠闲啊 你载蛋已经全部抽完了 接下来呢 我们要给这三个小病洗一皿咯 他们三个是什么颜色的 海鲜小智泡进水中 给他们多泡一会儿 呱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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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要看这一只是什么颜色的 可能光了半天没法反应啊 收集干净了 原来人家就是灰色的呀 来看看这第二只是什么颜色的 哇填居然是个果肉色的 不过和视频同款还是有区别嘛 咱再来看看最后一个颜色 诶 这个好像是视频同款色了 果然和视频同款颜色一模一样 哇哦 这位小病真的很有气势哦 加上好有找到的粉色 我们一共找到了五种不同颜色的小病啊 不过 你说他们真的能在晚上12点复活吗 那咱们就等到晚上12点之后 再开一开吧 我去 我们不是只冲出了五种小病人吗 怎么突然变出来这么多呀 这加起来 没有上百个小病人了吧 快快快你快看 这这这这怎么会有坦克和大炮啊 还有军用四驱车呢 这些该不会都是小病人给搬来的吧 这也太壮观了吧 诶 这地上怎么一个小绿人呀 让我来把他捡起来 哦 不动的眼 他居然对我开炮 我的手上也动了一个子弹 你不是来保护我们的吗 你怎么会袭击我们呀 太可怕了 咱们快点赶紧跑吧 把水加进去 哇 沸腾了耶 真的好像火山眼睛耶 打开 桃龙出来 哎呀 怎么好年了 现在它看起来是橙色的 但是只要放在手掌心里握一下 打开以后就变成金黄色了 把DNA拔出来 装进它的肚子里 哇 大火山 今天要来恐龙火山桃骨大探险哦 来寻找恐龙DNA 万幸远古凶寿吧 寻找恐龙DNA 难道这里面藏着恐龙 赶紧打开看了呀 掀开火山顶 哇 我想要这个龙 也太酷了吧 放个火山顶里有啥 哎 碰的 这东西肯定在它肚子里啊 打开它 哇 一个火山盲盒 一个迷迷你考古蛋 还有两个巨型考古蛋 还有两个巨型蛋 迷你蛋归我了 小盲盒归我了 咱们开始寻找吧 先来看这个巨型恐龙蛋吧 撕开它的外衣 按摩这个小骨头 能听见恐龙好笑哦 接下来咱们给恐龙蛋 来个心脏 哎呀 这个蛋凯好酷啊 里面还有切换呢 接下来咱们来根据地图 寻找恐龙的DNA 先看第一站 是一个带恐龙尾巴的小袋子 那个袋子 肯定在这个大袋子里面 好多东西啊 应该是真的一个小袋子吧 撕开 看看里面藏了什么 一堆沙子和个恐龙尾巴 哎你们看 这个沙子好奇怪啊 现在它看起来是橙色的 但是只要放在手掌心里握一下 打开以后就变成金黄色了 是不是很神奇啊 哇塞 它竟然是感悟变色上 不管怎么样 恐龙尾巴已经找到了 赶紧来看第二站 看我挂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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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是一个爪子 爪子爪子我找到了 四 打开 偷出来 哎呀怎么好年啊 赶紧把我的口龙碎片拯救出来 偷起来了是两只大腿哎 这有个好脏什么皮鸡尼啊 甩在桌面上也太紧要了吧 现在来到了寻宝第三站 挂开它 哎是个小盒子 不就是这个小火山吗 哎小火山的旁边还有一张小纸条 原来是要加160毫升的水 先给它撕开 啊怎么顾不到呀 把水加进去 哇沸腾了呀 真的好像火山眼睛哎 这也太有意思了吧 龙骨飘上来了 一捞就捞出来了 冲醒干净以后 就获得两个健壮的小爪子了 接下来咱们要去探险第四站 刮开 哦是恐龙头哎 这个恐龙头看起来好恐怖啊 哎 哇塞 泡沫球 它的里面还有个脑袋呢 这泡沫球捏起来真的太艺压了 还能拉丝哎 我们来寻找最后一站 最后一站寻找恐龙的DNA DNA对 我看 这是恐龙的身体吗 上面还有零片哎 这是什么龙 好酷啊 咱们把它安上我们就知道了 先把头装上 再装上尾巴 两个前爪 它的腿还被湿了约地咬了 我们的恐龙已经拼装完成了 可是咱们还没找它的DNA呢 但是地图上没有说DNA在哪里啊 DNA 不会是这个吧 哇 真的有点像哎 把DNA拔出来 装进它的肚子里 盖上盖子 现在只要晃动它的尾巴 它就会发出咆哮声咯 真是恐龙太酷了 我已经出现两位小粉丝了 送上火山盲盒 还有迷你恐龙的 记得留言咯 咯